Hello大家好,我是小黑 我邻居最近很火 异常的火 甚至大有超过花壁的势头 均匀围着一双媚眼 甚至都有我们的女性小伙伴 专门要邻居的小照片 哇,看看 邻居给他们飘个媚眼来 那小黑又做着一个实验 那就是看一看猫妈妈生完宝宝之后 现在的脾气还像不像过去那么的火爆 小黑抓了一把猫粮 邻居 好,那我们就把这把猫粮撒在地下 看一看还会不会起冲突 那我们看到这个小奶猫也在吃猫粮 天哪 而且它这还不是装的 这是真的能吃 但是今天视频的重点是猫妈妈 猫妈妈真的没有怀孕的时间那么的霸气了 就是只要谁跟他抢 他就要 吹谁 用小拳拳吹他的头 现在可以说是母爱又发烂了 甚至都可以让给花币 让给小黄让给邻居吃 但是在怀孕的时间 他也知道自己比较需要这些食物 就会和那些猫法上争抢 所以证明我们家猫妈妈还是很母仪天下的 看看这只小奶猫吃的还是很活泼的 还挺津津有味的 哎呦 这小嘴吃的 要没有了吗 嗯 看看花币 在后面舔人家屁股 一只可爱的小奶猫在吃猫粮 他终于是认识了哈 邻居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已经不去抢了 在旁边开始晒太阳了 邻居自知自己力量有限 一猫对不了这么多猫 嘿嘿嘿嘿 哎呦 小邻居 嗯 那正好这只小奶猫已经开始吃饭了 我们来 看一看其他的猫咪小奶猫能不能吃饭 好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给他们撒一点 先让这几只猫吃一吃 然后这几只小奶猫给他们放在这吧 对这边再撒一堆 然后小黑呢把这几只小奶猫给拿过来 好我们看一下这几只小奶猫吃的怎么样 没想到现在基本上已经全都能吃饭了哈 是的还是很开心的 邻居看到的这两个小家伙吃 好像也不太敢伤浅 嘿嘿这是馋的 邻居馋的要死要活的 只能偷偷的吃 嘿嘿嘿 不敢和这两只小奶猫抢 让我们给这两只小奶猫一个特写镜头 近一点 近一点 真的吃的是生龙虎虎 看来再有几天小回就可以告诉那两位小伙伴过来拿小猫了 吃的很糊涂 好吧 刚才可怜的小黄猫似被猫妈妈捶了一下 那个镜头没有拍上哈 我用余光扫到了 嘿嘿嘿嘿 看邻居这个耳朵 缩了回去 也不太敢和这两只小家伙抢 应该他也知道是猫妈妈的孩子 比较猥琐了 在吃 所以来到我们家 成为我们家的外边谋 这个待遇直线上升 是不是 嗯 天天就知道蹭 就知道来我们家蹭吃蹭喝 好吧 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拍到这里吧 让这些喵咪在这把剩下的解决掉吧 我们下期见喽 拜拜